好啦,今天要開箱的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 看了也知道 Sony 的東西 這次買的東西有什麼? 這是送的,就是包含Notebook的洗型袋 這是電腦包 然後這個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給我兩個包包 這個是 旅行袋 外面還有一個 防塵袋包著 看起來很高級 但是裡面看小包是長怎麼樣 有點像Porter包 但是還不錯,不如小補 那這個包勒 這個也是送的 叫做 顏色後背包 打開看看 同樣是有一個防塵袋 這個 應該比較適合女性 用消費者來使用吧 男生應該也可以啦 主角 登登 Sony Viome Pro 13 打開來看一下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當然最主要就是 Notebook Notebook本身 下面呢 Cable 還有一個VGA Card的轉接頭 還有一個電源供應器 還有一個電源供應器 這個電源供應器還不錯 就是 它後面 有多了一個USB的接頭 你可以隨時用它來幫你的 手機啊 平板 用來充電 還有其他東西呢 其他東西當然就是一個簡易的說明書 保證卡 保證卡 當然還有一些 保固的服務 當你所需要 使用國外保固的時候 你必須 打電話進去 然後跟它講 然後你就可以享受到60天的保固服務 記住 只有60天 好 隨便放一下 主要的東西 還有一個電源供應器 對了還有這個 不是這杯飲料 這個 這是什麼 晶片讀卡機 這是送的 沒有用 好 主角 Sony 其實最主要會買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真的很薄 非常薄 這邊有包含 HDMI 兩個USB 還有SD卡 那後面這邊呢 就是有一個 電源的接頭 然後另外這邊當然就是 散熱孔跟電源插座 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還有包含一塊 上面有 Vion的防塵布 它的 Sony的工藝真的是很棒 所以這是我最主要會買它的原因 就是全金屬製的 好 Anyway 先來開機一下 有空的人也可以看 你可以雙雙看它開機時間有多久 裡面非常的快 但是因為最主要我們在店裡面已經有稍微檢查過 有設定過了一些東西 所以 我們就直接跳過好了 這樣子 跳不過 當然因為它是觸控式螢幕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點它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螢幕 效果是非常好 這也是我最主要會買它的原因之一 它是全觸控式的 所以 不管你是要怎麼移 怎麼畫 怎麼動 都可以 包含 從這邊 你可以設定 包含電源啊什麼的都可以 桌面 反應速度非常快 反應速度非常快 其實最主要 就是它的畫質非常的好 但它 最主要的話 還有多了一個功能就是 看到了沒 NFC 對 你可以用手機啊 來跟它互傳一些檔案 總而言之 這就是今天 今天的開箱 就這樣 簡單明瞭 下次見 拜拜